各位媒體朋友 各位關心藻礁存亡的好朋友們 大家早安 這是我們搶救大潭藻礁第104次的記者會 那今天呢 我們是要發起公投 非常無奈 那發起公投之前 這個活動之前 我先請我們 桃園海岸生態保育協會的 葉思貴葉理事長 為我們吹响這個公投的號角 我們今天會在這個地方 辦理這個搶救藻礁公投連署的啟動記者會 主要就是事實證明 大潭藻礁就是生態非常的好 生物非常的多 可是呢 過去以來就一直被生物 不多 生態不好 這樣的言論 這樣的資訊 誤導到變成今天 行政體系完全默示保育 然後我們開了100多次的記者會 我們和行政體系不斷地誠情抗議 包括我們看到環評是這樣的蠻憨黑手 我們最近也跟總統見了面 然後我們在6月18號聽到他們的態度 還是不願意異地建戰 只能在原地做微調 這個完全不符合保育的旨意 當天中油公司自己秀出來的資料 大潭藻礁就是附近藻礁 藻類生態最好的地方 它就是最該被保育的地方 他們自己打了臉 但是他們就是不願意撤案 我們環團真的是無奈 最後決定 我們一定要透過人民的力量來翻轉 否則要這樣的期待下去 等於是坐以待斃 我相信台灣有很多其他的案子都類似 那藻礁何以重要 我想我先請我們國際海洋學者 陳周仁陳博士來為大家說明 各位媒體朋友 以及在現場支持這次公投的所有的愛護環境的朋友 大家早安 那其實今天台北市的天氣 根據預測會高達38度 OK 那我們很幸運的至少還有陰涼的地方 可以來開這場記者會 其實今天這場記者會 從我的觀點來看 其實根本都不需要開 如果當初政府能夠好好的聽真正的科學數據 而不是像當初在2017年的5月26號 在桃園大潭藻礁的線刊上面 聽了中有所評估的顧問 講了大潭藻礁就是生態不好 生物多樣性不佳 為了什麼國家的發展 我們應該可以犧牲掉這一塊 如何如何 從那一次開始了以後 接下來就在環差會議上面 又有另外一位中有的顧問提出 要將一級保育類的財產多配共商務服 降級這樣的說法 這樣的說法呢 政府深信不疑 在過去的三年的過程當中 利用各種不同的方法 適得達到台灣的目的 可是就像剛剛潘老師所講的 環評的會議 環差會議 用非常粗暴的方式讓它通過 它創了台灣 在環評的這個史上面 很多很多的這個史無前例的這個例子 包括許許多多的支持大潭藻礁 需要保育的這些環評委員集體退席 最後更引起了這個前副署長 張春貴副署長的辭職 這樣子史無前例的這樣的政經 結果在68號的平台上面 所有在場的學者以及參與的所有的公民 看到中有秀出來那張的幻燈片 說大產藻礁的 柯川商務署的藻類多樣性 是全他們調查地區最高的時候 所有人當場都傻眼 那我當場就問我自己 那我過去上來在做什麼 我到底是個傻子還是個呆子 竟然要花這麼長的時間 讓開發商去證明 我們當初這些所有努力的一切是真的 那這也跟證明一件事情 在2019年的2月28號 國際的保育組織 Mission Blue 把大潭藻礁選為 當時在東亞地區 到目前也是唯一的叫希望熱點 納入了全球海洋保護區的網路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點 這麼多的事實擺在眼前 可是很遺憾的 6月18號就像潘老師所講的 其實沒有很明顯的進展 所以我必須在此 在最沉重的呼籲 所有愛護台灣的環境 愛護台灣的海洋 愛護台灣沙尼的每一個人 都應該出來支持這一次公投救藻礁 這是唯一有可能有機會 把大潭藻礁保育下來最重要的一站 謝謝 謝謝陳博士的說明 接下來我要請我們台灣 非常在社會運動環境運動上 非常知名的何忠勛何老師 他是台灣公民參與協會的理事長 他也是這一次公投促成的很重要的主力 我們請他來就這個議題跟我們做個說明 剛剛聽了潘老師說在三連裡面 開了104次的記者會 跟相關的陳情抗議 平均不到兩個禮拜就開一次 這個凸顯了我們台灣環境運動的悲哀 因為呢民進黨執政了號稱環境保護 但是呢在這個藻礁議題上啊 卻背離了這樣的一個核心價值 那麼這個重大的開發案呢 其實公民參與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在這三連當中啊 間接的跟潘老師互動啊 而且呢也參與過幾次的公部門的會議啊 我們就發現到 在這個重大的國家政策上啊 我們的政府呢是資訊不透明 黑箱作業 連最近一次啊 那個總統指示啊 在6月18號呢 在農委會所開的會議當中啊 得到的資訊啊 還是不清不楚 這就證明說呢 這個重大的國家政策是非常有問題的 那麼當人民要自救的時候啊 在台灣啊 我們除了那個政黨輪替之外呢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方法 就是透過公民投票第二條啊 重大政策之復決 這個重大政策是復決啊 在全國公投第一階段呢 只要1900多票 第二階段大概是呢 28萬票 可是呢其實這個公投啊 其實在桃典就可以做了 但是呢 在2018年公投法修法之後 我們的桃園縣政 桃園市政府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修公投法 所以也就是說呢 發動地方公投啊 比發動全國公投還要困難 所以呢 就只好讓 藻礁這個議題啊 透過全國性的公投啊 能夠讓社會大眾來公決 那麼呢 公投呢 是明年的8月28號 第一階段呢 的時間呢 有它的壓迫性 必須要在6月底之前啊 至少完成1900多份 所以呢 環保團體的壓力非常大 但是呢 如果能夠拼得過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應該沒問題 但是現在我們最擔心的 是這個中選會 公投審議委員會 公投審議小組啊 是不是真的很公平 因為在過去很多的公投案當中啊 都被無端的擋下來 那麼這次的搶救藻礁公投議題 非常的清楚明顯 我們希望呢 黑手不要進到中選會 能夠讓第一階段啊 能夠順利通過 開啟第二階段 透過呢 公投的聽證的舉辦 逼政府把資訊揭露 也逼政府呢 能夠找到替代方案 這樣的話呢 保護藻礁啊 才會有希望 那麼呢 兩個階段啊 30 不到28萬左右啊 其實對環團是非常容易的 台灣這幾年的環境運動啊 這幾萬幾十萬票 絕對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啊 透過這個公投啊 來離聚國人 關注這個藻礁議題 讓千年藻礁啊 能夠得到 那個勇士萬代的保存 謝謝何老師啊 這麼的力挺 有公民意識的公民 一定會非常的支持 我們這個活動的 那我們這個活動呢 發起團體 已經達到76個 那今天到現場來的呢 也有超過30個團體 謝謝他們啊 謝謝 我們一起來守護我們的藻礁 那今天呢 我們也很榮幸的 立法委員陳焦華 時代力量的陳焦華委員 也到了現場 那我請陳委員 來對藻礁寶藝案 發表他的看法 潘老師還有各位先進 各位我們環團的好朋友 大家好 陳博士 特別向您致敬 就是藻礁在陳博士 帶領之下 讓這裡的生態 豐富的生態 還有保育類的動物 能夠讓大家看見 那各位長期的夥伴 各位夥伴長期投入 來保育這裡珍貴的這些生物 還有珍貴的這些自然景觀 我想藻礁讓我們看到 台灣海岸的珍貴 尤其許多地方已經被破壞了 台灣有非常不尋常 如果這裡要做個天然氣接收站 就一定要蓋個港口 那在基隆那邊也是 在很多地方都是這樣 所以我們的生物 我們的珍貴保育類動物 就這樣不見了 那很遺憾 那觀塘藻礁這個案子 是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當時中油董事長陳經德 讓這個案子翻案 那我們知道 東鼎公司是國民黨黨產 是國民黨黨產 所以當時的政府中油 他們讓國民黨的黨產 去購買這個黨產 然後再開發這個天然氣接收站 甚至未來進一步 會進行這個觀塘工業區的開發 甚至未來有可能 讓這個觀塘這個地方 變成石化工業的這個場子 那這種種顯示就是 桃園這個地方 有可能變成第二個國光石化 第二個國光石化 我們知道 國光石化是在國民黨時代停止的 但是民進黨卻不放過桃園 除了藻礁之外 未來甚至有進一步 開發污染產業的可能 我們知道 台灣正一步步走向 中國的離島污染工業區 這個也是讓我們非常痛心 那時代力量我們知道 在立委選舉前 我們所有的區域立委候選人 跟不分區立委候選人 都全部去簽署保護藻礁 反對這個不當的開發 反對天然氣接收站 我們知道天然氣接收站的這個設置 氣緣的補充 其實有非常多的替代方案可以做 但是我們很遺憾 政府到現在還是不採納 所以我們會全力支持公投的連署 一千九百份 我自己的服務處都會全面的來協助 我也會代為轉達 我們一千九百份 第一階段連署的急迫性 在這裡大家一起加油 我們希望用全民的力量 來阻止政府的不當的政策 謝謝 謝謝陳委員 謝謝時代力量力挺我們這個公投案 那麼從今天開始我們也要跟社會對話 我們要讓全國人民知道保育藻礁的重要 我們要讓全國人民知道這個不當開發案 背後的荒謬之處 那我們先喊個口號 接下來我們請律師來為大家繼續說明 我說藻礁公投 大家說全民公爵 藻礁公投 全民公爵 藻礁公投 全民公爵 藻礁公投 全民公爵 好 謝謝 那接下來我請台灣蠻野新竹生態協會理事長陳憲政 陳律師來為大家就法律層面做一些說明 潘老師各位夥伴各位美界大家好 其實兩年半前 如果大家還記得當時三階環評受挫的時候 確定沒有辦法趕上111年7月的50萬公噸的這個工氣目標的時候 當時的經濟部長 也就是現在的行政院的副院長沈隆金他告訴我們 這個缺口可以用調度面來解決 但是當三階環評通過之後 我們跟他溝通政府都只是跟我們說沒有任何的替代方案 好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三年前我們環評查得不可開交的時候 中油以及他的學者一再的告訴我們 這個大潭藻礁他的生態非常不好 沒有保護的一個必要 但是就在上個禮拜 中油的簡報又告訴我們 大潭藻礁生態最好最豐富是最好的地方 當政府他說因為能源政策 所以不得不犧牲大潭藻礁 可是這幾年我們看到什麼 高原電廠 桃園的高原電廠停了 那個時候政府告訴我們 深澳電廠一定要蓋 不蓋不行 但是深澳電廠大家也知道後來停了 他就跟我們說 三接天然氣接收站不蓋不行 我們現在發現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都錯了 這裡面不管是生態 不管是環境 不管是野生動物的保育 其實他從來就不是重點 這一切都是政治利益 這一切都是政治的考量 我們真的非常的一個遺憾 我們雖然有環境影響評估法 海岸管理法 私立保育法 野生動物保育法 文化資產保存法 我們有這麼多的法律 我們居然連一個大含藻礁都保不下來 所以今天發動公投已經是我們不得不的一個選項 我們懇請大家支持我們的理念 非核家園一直都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也不是反對興建第三天然氣接收站 但是我們主張的是第三天然氣接收站 應該蓋在正確的場子 不是蓋在大含藻礁 應該蓋在更安全的地方 謝謝 謝謝陳律師 謝謝滿野 長期陪伴著我們一起來搶救藻礁 接下來也是我們的另外一個好夥伴 環境法律人 我們請環境法律人的理事長 張月穎 張律師 謝謝潘老師 陳博士 還有各位媒體朋友 社運團體長期以來跟國民黨 還有民進黨 兩大主要政黨的交手 體會到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兩黨在野的時候 他們最核心的考量 是如何利用議題 帶動選票進入票櫃 所以我們看到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蔡英文總統可以說保育藻礁 鄭文燦市長也可以說保育藻礁 但是等到政黨執政再潮的時候 他們最核心的考量會轉變 變成權位跟金錢 我們體會到 如果要貫徹議題背後的價值 你去依靠政黨是不夠的 因為他們換了位置 會換了腦袋 議題背後的價值 永遠不是他們最核心的考量 所以 公民團體這邊 唯一能夠依靠的 就是人民的意志 還有法律的強制力 具體的來說 就是公民投票 那我們的公投主文 是 你是否同意 中游第三天然氣接收站 千里大潭藻礁 海岸及海域 這個公投主文 在法律性質上 是一個重大政策的複決案 如果通過 它會有一個政治效應 一個法律強制力 政治效應是 透過選票 向民進黨當權政府 展現公民的意志 讓他們 不再輕忽民意 回到他們最核心的考量 就是選票 第一個 第二個是 法律上的強制力 依法 總統或者是權責機關 必須要為了實現 中游第三天然氣接收站 千里大潭藻礁海岸及海域 做出必要的處置 為了我們國家最重要的 非核減煤跟能源轉型的國家目標 也為了我們歷世歷代 永續發展 不要破壞數千年以來 留給我們世世代代子孫的大潭藻礁 我們有足夠的智慧 可以兼顧這兩件事情 請全國人民支持我們發起的搶救 藻礁的公民投票 謝謝 謝謝張律師 張律師長 謝謝環境法律人 接下來呢 我要請從2007年就開始 守護我們桃園藻礁的 滿野新竹生態協會的專職律師 蔡雅瑩 蔡律師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我們民間為了要搶救大潭藻礁 在過去已經依照三種不同的法律 文化資產保存法 海岸管理法 跟野生動物保護法 提出了三種不同保護區的 申請案跟請願案 那我們過去也針對大潭藻礁 就是相關的19個行政處分 提出了7組不同的行政徵送 甚至也對今年3月 中油破壞藻礁的事 和傷害財山多杯孔珊瑚的事件 提出刑事告發 然後我們記者會也開了100多場 做了這麼多事情 但是看起來完全沒有辦法撼動政府 所以這次我們要發起公投 要訴諸直接的民意 希望透過大家一起民間的力量 然後聚集起來 來轉變政府錯誤的決策 為什麼我們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決策呢 從生態保育的角度來講 大潭藻礁 它是歷經7000多年緩慢積累 才形成的一個非常獨特的生態系 台灣過去7000多年來 西寒愛的一個環境變遷的歷史 就埋藏在這個地方 而且在全世界都很少看到 這麼高純度大面積的藻礁生態劑 它是一個非常獨特的生態系 我們認為台灣作為一個海洋民主國家 應該要非常的珍惜我們的海洋資源 把這片珍貴的海岸繼續保存下去 那第二個部分 從能源轉型的角度來講 我們這些人事上都是非常支持 非核減煤的政策 我們期待要能夠 國家能夠好好的去實現非核減煤 現在核電核一廠已經除藝了 另外兩座電廠也即將逐步的去賣入除藝的階段 那核市場我們對它的了解 它不但還沒有蓋好 而且工程品質非常的惡劣 將來也不太可能很難幾乎沒有辦法 就是也不適合再繼續蓋下去 那因此我們希望天然氣應該要蓋在接收站 應該要蓋在能夠穩定供應的地方 而大潭這個地方 因為它是屬於台灣海峽比較狹窄的地方 它的風浪非常的大 沒有颱風的時候 中游自己就發生工作船斷染三條 然後出現擱淺的一些狀況 這個地方讓我們沒有辦法相信它能夠安全的運作 甚至中游自己的資料裡面也說 颱風天的時候他們的船要跑去凱北港躲颱風 你如果颱風天還要去別的地方躲颱風 為什麼不直接蓋在其他相對安全的地方 所以我們認為把天然氣蓋在這裡 就能源安全來講也是一個非常錯誤的抉擇 而且這樣的一個錯誤的抉擇 過去周敏捷老師的文章也有提到 如果要減霉的話 你把天然氣接收站蓋在這裡 將來如果冬天空氣需要 大家需要減霉的時候 結果天然氣船開不進來 那不就反而是製造空屋嗎 所以我們覺得從空氣屋 就是說改善空屋的角度 這裡也是一個不適合的地方 那再來我們認為這個地方 從公共安全的角度 它也是不適合的 在政府的資料裡面 大潭是屬於海嘯液煙的一個潛視範圍 它是有海嘯災害風險的一個地方 而且它附近僅靈好幾個工業區 有數百家的工廠 而且有很多是大量毒性化學物質 進運作的一個地方 它如果發生意外 去波及到周邊的工廠 那種連鎖效應 事實上是很危險的 我們認為從公共安全的角度 這裡也是一個不適合的場所 那在國防安全的角度 這個地方 桃園事實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國防要固守的一個地方 它不但有機場交通 也是一個交通的要塞 然後又是海峽比較窄的地方 那過去其他國際專家也有評估說 若解放軍要攻打台灣 桃園是一個很可能登陸的一個地點 但是過去我們有藻礁在保護我們 守護著我們 大面積的礁體造成船舶非常難靠近 這附近是很容易船舶很容易擱淺的地方 可是你把這些保護我們國家的藻礁 全部都挖走了 那將來對我們的國防自己去繳械 自己除去我們的天然海防 那對我們的國防安全也是不利的 那最後從文化保存文化多樣性的角度 客家人口在我們國家至少四分之一左右 而過大部分我們想到客家文化都是山客文化 而只有桃園這裡有海洋客家文化 藻礁就是我們海洋客家文化的根基 我們認為應該要把它保護下來 不要讓我們失去一種文化 謝謝 謝謝蔡律師 長期來她一直陪伴著我們藻礁 比我們在地人還早 那我們今天還有很多很多的環保團體 那包括從南部來的團體 那我首先呢先請我們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的年主任 來為藻礁發聲 我要呼籲我們的政府 你不要當生態的殺手 也不要當生命的筷子手 今天在沈中游的這個環差的時候呢 之前他們告訴我們 這裡的海域生態很差 這裡可以移地富裕 結果後來他不得不說 那乾脆我們說小範圍好了 然後我們還是不會去破壞藻礁 結果才五月而已 他們就這樣破壞藻礁 一個卡車的輪子這樣壓過去 現在全台灣只要我說一句 藻礁 人家馬上說 喔那個輪胎很明顯喔 你看 就這樣子 結果去有生態的協者 竟然說那裡沒有 所以呢今天如果我們的政府 還在配合他們的話 真的這些所有的罪過 是我們的政府要承擔的 在6月18號他竟然 中游現在才承認說 這裡的海域生態很豐富 為什麼現在才來承認 因為他認為說 我已經做了啦 不然你要怎麼樣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不得不讓我們這些人 來花起公投 這個公投呢 如果能夠成功 我們才能夠好好的去保護 藻礁這個有生命的一個交體 所以拜託各位台灣的人民 一定要為我們的藻礁 站出來公投保護藻礁 謝謝 謝謝您主任 那接下來呢我要請 當年把國光石化 給阻擋下來的 我們非常欽佩的 彰化環保聯盟的執行秘書 吳慧君來為藻礁發聲 我今天也代替我們台灣西海岸保育聯盟發言 其實在政府在2004年的時候 也曾經提出過在彰化線要蓋藍煤電廠 兩部的80萬瓦的機組 但實際上當時評估說 如果沒有彰工火力發電廠 2011年台灣就會缺電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是2020年了 就算是夏季的尖峰用電 供電還是非常的足夠 所以我們看其實政府經常是使用缺電 這個東西來恐嚇人民 但是我們看目前的現況是台灣真的不缺電 所以第三天然氣接收站 根本沒有急著蓋 沒有這個急迫性要蓋在大潭藻礁 我想能源轉型當然是我們所希望的 台灣人都希望可以有好的能源轉型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政府所做的能源轉型 大面積的破壞生態沒有做足夠的評估 然後就開始有非常多的不適合的開發 我想這樣的能源轉型 絕對不是我們環保團體想看到 不是我們樂見的 所以能源轉型很需要 但是拜託慢慢來謹慎評估 不要破壞這個千年的大潭藻礁 也是白海豚的重要棲息地 然後我們也呼籲所有的全國的年輕人一起站出來 我們不要讓大潭藻礁成為歷史 不要以後只能在博物館或是在歷史課本看到說 台灣曾經有大潭藻礁 千萬不要讓這件事情發生 謝謝 謝謝惠君 謝謝彰化環保聯盟 台灣到底電夠不夠 台灣的天然氣到底夠不夠 天然氣接收站到底設在哪裡最適合 這三年來我們不斷地質疑我們的開發單位和我們的政府 但是都得不到答案 但是沒有答案 他們就蠻憨的幹下去 他們為什麼不能開個聽證會呢 這麼重要的事情 一定要讓人民來辦公投 要透過全民來覆決呢 這真的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下面我要請我們來自南台灣最遠端的平東環保聯盟的秘書長 呃 理事長 洪徽祥洪理事長 來為藻礁發聲 潘老師 各位全國各地的戰友 各位媒體的朋友 每次到行政院來 一定都不適合的 今天又聽到 我們這個守護台灣整個海岸線 也是國家重要資產的 這個觀塘的台灣的藻礁又即將消失 心裡面是無比的沉痛 所以我昨天其實是五點才躺下床 六點又上床 又起床 對不起 那為什麼那麼晚還在忙 就是因為我寫了 我們海岸人的心聲 我來自海岸 我們的頂岸有事 海岸人都要出來 這就是這件 我們這個公投 主要的精神 我用我們的海岸位 來給大家報告一下 因為這個賬款 他很愛聽海岸位 就像說海岸位的人 也是他的主人 如果這樣頭前 不怪我們頭前 一報康市長的記者會 這個賬款 就是聽不下去 如果這樣我試試看 等一下 所護藻礁 這句大家都聽得有 真是怕孫 所護藻礁 真是怕孫 我阿公阿公 阿公的阿公 我阿祖阿祖 阿祖阿祖的阿祖 十四代人 加起來 七百歲 不夠 好你知道 台灣有一個老靈魂 他在七千六百年前 就替我們 伺虛 董海營 讓我們的家孫 世世代代 都讓我們 平安 安全 幸福的家鄉 今天 台灣出一個葡萄珠 他早前我們的錢 把我們的錢 拿去買到一個 沒骨的學者 騙我們說 我們家 我們的金銀財布 都是破冬 暖地 沒辦法 跟我們說 我們家的新主牌 想好破壞 做茶修 這樣等就是進步 這樣 什麼時候 我們 經過的民主 並作是 騙虛一場 保育藻礁 永不妥協 藻礁永存 什麼時候 自由 變成是一個 無體痛 像 本色 可以 等來 又等去 的東西 這 絕對 不是 我們 上一台傳下來 這一台 在台灣 這個關山 溝結 的投用 裡面 變成 這個台灣人 有全世界第一 的藻礁生態系 他現在 也這麼需要 世界第一 的公民 來替他 動工 動手 這支票 我們來救 驚孝孫 讓他一台 台台 有魚糖 在吃 這支票 來救民主 反對 北策 和 荒蘭 的政客 我們這支票 要來救 是 我們北策 的驚孫 以及 會 驚走的 什麼 驚走的 什麼 驚走的 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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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祥理事長 感謝 屏東環保良盟 今天我們還有台中 台灣生態學會的 執行秘書 秋秘書 他們也準備了講稿 那要我來為藻礁發聲 台灣生態學會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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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近十幾年來 福智的工業活動 跟污染開發 已經嚴重破壞我們藻礁生態的運作秩序 要知道藻礁 從桃園 大園 到新屋之間 這二十七公里的藻礁生態 它已經從根據 炭十四年的定位 至少七千年以上的歷史 這對於任何一個現代的文明來說 都是非常長的一個數字 那從二零一四年政府決議 建造北部第三天然氣接收站開始 幾年之間 政府跟我們民間的團體 還有學者之間的互動 再再都凸顯的政府 前後言行不一 矛盾 然後對專業的不尊重 忽視民意等等的弊病 那更凸顯他們的專斷 然後孤行 倘若真的全面進行海上的工程 將造成藻礁不可逆的摧毀 我們非常感謝感激這些民團 跟這些朋友的工作 他們的努力 讓我們這些世界非常珍貴的 藻礁的生態奧秘 被揭露於世 那一些非常珍貴的物種 也在這幾年之間被發現了 那還有國際組織的報導跟關心 都標誌著大潭藻礁 是具有自然世界遺產的地位 那對於大潭藻礁的鬥爭 保存的鬥爭 展示我們對於我們民間 我們所有人對於大潭藻礁 全方面的價值的愛護 包含自然生命 自然生命的尊重 科學探索活動的價值 然後地景美學的愛好 在地歷史情感的關懷等等 還有最重要的延續未來世代子孫 享有這些基本權利的可能 在這個必須守護的前提之下 我們呼籲執政者 然後重視民間 然後跟學者意見 也呼籲所有 有這些 對這些價值 條件承認的公民 我們一起站出來守護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 謝謝邱指示秘書 謝謝台灣生態學會 台空盟 楊澤民楊博士嗎 是 謝謝你來 也請你為我們找家來發聲 今天我代表很多移界的朋友 來這邊 因為他們忙著救護病人 很多人得到癌症 空氣污染的 環境的污染的 那今天我來參加 這一場是 因為這就是生態的一部分 就是 我們健康生存的一部分 那 這麼多年來 我們 很 在最近的期間 最近幾年 感受到 這個政府 對於環境的不重視 甚至派任一個 環保署長來 選幾個 配合政府的這些學者 就把我們 大家環境搞得一塌糊塗 什麼都可以開花 這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這一次 我們發起 早交公投 前民公爵的事情 其實我認為是 台灣非常 在這個時間點 非常重要的一個事情 就是要展現意志 給那些 在分化我們環團 用各樣的媒體 不斷的攻擊 只要對 執政者或是 某些議題 符合他們政府的意思 或是核心的意思 就會不斷的攻擊 所以 在這樣的一個困難的環境之下 不只是我們 我代表的 台灣健康空氣 來 要改善空氣 要守護我們 呼吸的健康 那當然 還有環境的很多健康 我們彰化的 那些 腸胃科的醫師 每次開這個 腸胃這邊的 癌症 開到手軟 我們不只是 疾到 各種的 直腸癌 各樣的癌症 忙得不可開交 沒有辦法 不救人 而來參加這樣的環境運動 所以我代表他們 來表示 台灣醫界 很多人對於 環境的不健康 然後環保署 整個行政院 對我們環境的健康的不重視 我們一起來努力 讓這個公投 就是集結我們 關心台灣環境的 這樣的醫療 告訴 不只是環保署 這個署長 大家都說 不應該讓他繼續當署長 行政院還是 行政院長這個核心 還是依然往前推的時候 我們要用公民的意志 表現給他看 我們 愛護我們台灣 我真的很希望 齊柏林當初看見台灣 他除了空拍之外 也能夠像 我們最近有看到 Chasing Caller 就是追行大寶教那邊 還有世界很多 這個 藻礁的這樣的美景 海底的這樣的一個生態 海邊的生態 都一樣 在台灣能夠 有更多人來注意 謝謝 謝謝楊博士 謝謝 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的聲援 還有沒有團體要發言的 好 我們請 好 我簡單講一下 就是現在已經是 蔡英文的第二任了 那 我覺得蔡英文要練自在之的是 如何他建 他如何去建立起來 他在總統任內 留給台灣的東西 也是他的歷史定位 那我強調一件事情 雖然說現在網軍那麼的多 雖然說民進黨掌控媒體的能力 非常非常的強 但是 人民心中仍然有那一把尺 國民黨做不對的事情 叫做不對 民進黨做不對的事情 一樣是不對 所以 請蔡英文好好處理 民進黨做不對的事情 以及現在正在台灣 到處發生的土地浮亂 這種事情 不要留下一個名字 給蔡英文 不要為自己留下一個名字 叫做一個 土地炒作破壞環境的一個總統 這已經是你的第二任了 我不知道你還要圖什麼 你如果 既然願意跟彭老師見面 去釋放善意 就應該有那個責任 要求行政院好好把這件事情 落實去解決它 謝謝 謝謝陳老師 謝謝台灣土地爭議聯盟 今天我們現場呢 其實有許多的團體 我來一一的介紹 我們今天到現場來的 有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 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 謝謝 台灣生態學會 桃園護術聯盟 反雙溪水庫聯盟 彰化環境保護聯盟 石剛反徵收聯合自救會 社團法人 中華亞洲環境生態 呼籲交流協會 屏東縣環境保護聯盟 台灣千里步道協會 桃園市好生活協會 台灣西海岸保育聯盟 海洋台灣文教基金會 台灣滿野新竹生態協會 台灣公民參與協會 RCA員工關懷協會 桃園國一甲反興建聯盟 永安漁港陶海人協會 桃園海岸生態保育協會 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富豪女權促進會 台灣十五保育協會 環境法律人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荒野保護協會 台灣奴角坡自然人文協會 台灣媽祖與保育聯盟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自然步道協會 反雙溪水庫自救會 台灣動物保護行政監督聯盟 還有現場有綠黨的好朋友 還有哪些我還沒有介紹到的 桃園大腳小腳親子共學團的夥伴 也到現場 非常感謝 還有彰化縣醫療界聯盟 謝謝 謝謝你們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的蘇星嗎 有要為我們發聲嗎 好謝謝 都是我們的好夥伴 那我們相信這股力量呢 會在民間炸開 我說的炸開就是說 過去大家不認識藻礁 過去大家不太了解 我們的執政黨是如何的蠻憨 我們要透過這一場運動 讓全民了解 了解到我們應該要為我們的子孫 留下這個珍貴的地景和生態系 否則我們對不起他們 那麼如果這個政黨呢 還是繼續這樣的 傲慢 這麼的傲慢 我想 後續的選舉 人民的眼光一定會越來越尖銳 這個是我們公民運動最終的目的 就是要為了永續的發展 那今天之後呢 我們的各種行動 包括連署的相關的網頁啦 或者什麼我們會一一的建立 我們也會在各個地方 建立我們的服務的據點 如果填寫了相關的資料之後 可以送到這些據點 那我們的這個連署表 各位看到的這張連署表 我們設計它的背面呢 是可以直接用郵寄的 做三折的方式 就可以貼上郵票寄出來 會直接送到我們工作小組這邊來 我們希望呢 在兩個禮拜內 一定可以達到三千份的目標 之後我們就會進入第二階段 那就是更正式的 向全民對話的時候 所以我們也希望媒體朋友 繼續幫我們宣傳 希望所有在場的夥伴 我這邊有準備了 每一個小袋子 裝了五十份的這個連署書 如果有需要的團體 可以直接到我這邊來拿 好 那各位媒體朋友 不知道有沒有需要提問的 好 我們再喊一次口號 一樣 我說早交公投 大家喊全民公爵 早交公投 全民公爵 早交公投 全民公爵 早交 對不起 早交公投 全民公爵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大家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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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啊 富翔從屏東趕來 六點就 睡一點鐘而已 好 欸 中越 我們地球公民呢 也由蔡中越 顧問過來 來啦 有 有 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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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